老师要那个,阿嬷,对不起,阿嬷耐给他孙子,他说,孙子孙子,你赶快躲起来,你居然骗老师说,你翘课你没上课,上课赶快躲起来,那个老师等一下要在家里拜访,然后那个孙子就马上耐给阿嬷说,阿嬷阿嬷,该躲的才是,你赶快躲起来,他说为什么,他在上面去说,因为我骗老师说,我阿嬷上个礼拜过世,这样子,结果他才讲完说,结果老师就敲门进来了,那后来老师看到阿嬷, 他笑到眼神花嫩,然后那个阿嬷就告诉他说,啊对不起,今天是头七,我来说个笑话,有一次团长带着他的夫人到法国巴黎去度假,然后呢,他听说法国有很大的 很多free woman,所以呢,他就到了hotel check-in以后,就跟老婆说,你先梳洗,休息一下,我出去逛一逛,然后走到街上,遇到的第一个,要交被逼雷,问他how much,那个女人就说,500 francs, 团长经打气喘以后说,不行,这样太贵了,他说100 francs,那个女生说,不行啦,我就是这样的行情,如果不是500,那至少400 francs,团长掐一掐指头算一算,他还是觉得不行,太多了,他就不理他,然后就往前走,结果呢,接下来女生每一个都比那个更贵,他只好垂头上去的回到hotel, 这时候我老婆打扮得美丽,十五张好,正好要下电梯来,然后他就很高兴,那老婆要一起去吃晚餐,结果每一打开,就刚刚第一个女的就站在那边,那个女的就跟她说,see,how you gave for 100 francs, 哪一种动物最怕呢,有人都不敢讲,那个出声的啊,我跟你们讲答案,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为什么,鸭子最怕呢,为什么呢,因为,鸭子每次都在喊,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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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哈哈哈哈哈,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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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 词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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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